社会大众来看 如果真的要服务人民 不要说这个各种的一些的光美台湾的话 就是为了这个国家 把话说清楚 不过会不会产生的说什么霍国殃民 那么刚才你举例说 道上兄弟也不会如此 通常只有一个这个 如果道上兄弟是这个兄弟 自己在外面讲的大哥一定会回去修理他 但是如果大哥不修理 就是大哥的意思 所以这边小弟不像小弟 大哥不像大哥 如果是小弟的话 如果譬如说我今天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不敢评论说叫别人怎么做 但是如果我身为一个国民党党员 为了国清河 或者是为了未来整个的大局 今天要我辞掉不分区立委 或要我从政坛上消失一年 我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不行 如果这是大局 为了大局起见 如果可以这样子促成国清河的话 我不敢讲别人 但我可以讲我自己 但有些小弟不是 深恐这个唯恐天下不乱 那另外一个做大哥的 当然我不是大哥 今天如果我是大哥的话 我除了像刚刚桃哥讲的 不要小弟在乱讲话乱放话 要喊砍喊杀了 自己赶快出来解决问题 那你为了不要让你下面的人背黑锅 不要让你下面的人去搞的这样子 乱七八糟 让老百姓都看不下去 人民都非常的非常的心灰意冷 那大哥赶快出来 我相信马英九亲自去问宋楚瑜 就可以问到宋先生真正的想法了 因为刚刚大家传说 谁讲宋先生怎么样 我也没有听到宋先生 宋主席自己讲的 那宋主席什么时候要讲 可不可以马英九亲自去问宋主席 应该就可以问到了 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最后的答案 所以刚刚辉文 虽然他觉得国庆合作基础已经不在了 自从刘文雄委员说了那句 这个霍国殃民就不存在 我觉得不要去放大那句话 也不要去看这些所有的气话 我还是要听最后一句话 听马英九一句话 听宋主席一句话 我还没有听到 是 五十秒钟 今天非常谢谢 我在这里才发现 亲民党只不过是 要在立法院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席次 成立一个党团 好好用国会的力量来监督政府 确实这么重大的困难 在座各位的高见 我都记在心里面 call in近来的朋友 我也都是可以平心尽细接受 杨万里有一首诗这样讲 万山不许一西奔 难得牺牲日夜宣 道德前头三角尽 堂堂西水要出前村 今天宋主席只不过是 要在立法院里面拥有一个 关键的少数 连这点卑微的心愿 都有这么多反对的意见 这条河流非往前继续走不可 你万山再拦得它 拦不住它 还是要让亲民党有一个空间 好好展现一下亲民党的理想抱负 我尽情接受大家的批评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稀髓会继续往前流 亲民党势必要在国会里面 占关键的席次 那七水能不能奔流去靠人民 是不是成为洪流 我觉得亲民党要选立委 真的国民党没有权利教人家不要选 可是我希望竞争中有合作 在竞争中还可以创造双赢 只是每个选区的情况不一样 大家原则就是要和谐 攻创双赢 然后一个case一个case来谈 但是这个稀水如果不稍微处理一下 泛滥的时候 我跟你讲国民党亲民党一起都被淹掉了 这个也不好 如果变成台湾的洪流 我想观众朋友有误会 是不是在打压亲民党 或者不给宋楚瑜机会什么 千万不要这样讲 我建议大家要注意看 陶哥手上那些手板 那些得票的分布的状况 那个再清楚也不过 包括我的谬论 从民进党角度来看 是在分析选情 不是不给亲民党 亲民党要选 我们谁讲说亲民党不准选的 选的就如何 不是 而是分析里面的选票给大家看 第二个 刚刚台中这个少少姐讲说 宋楚瑜需要舞台 我也同意 政治人物需要舞台很正常 可是舞台要怎么搭起来 我跟大家报告 用选票搭起来 像盛丰老师讲的 那你去当行政院长 你当副总统什么的 显然盛丰老师就是在考试 自己选 要吃好心自己合 最实在 你用选票选 你选上总统了 那我就叫你宋总统 好你选到立委了 那我就叫你宋委员 你说我来跟国民党瞧一下 我来当个什么的 这个一看就知道的 我想宋楚瑜也不屑做这种事 现在国民党的发言人 还抗议民进党在台东 说马英九 不知道这个马英九 蔡英文的台子上面 有人说马英告 那这个跟他抗议什么东西 那他们一句话 前面已经霍国殃民了 我当然叫你这样子的称呼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所谓的背后的大人不表一个态 问题严重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人 其实讲的气话 我刚刚讲了 我都可以把它视为气话 坦白说 我内心里头把它当成笑话 对不起 我对很多的政治人物 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恭敬 可是问题是 我想要问的是 继续这样子分进户籍的结果 这些气话会不会变成 选举里头最重要的语言 他当然会 所以他会不会对彼此之间 有重大的伤害 我们等着看 我希望我不是真的不幸而言重 我只是把话说在前头 气话还会有反弹 大家会讨论 我们担心的是收件了好话 然后在所有的关键选机 提名就让你漏选 但是好话是讲得很漂亮 结果是谁 是民进党都当选了好几席 最后变成国会过半 甚至总统出状况 会不会呢 好话才可怕 台北侯先生请说 侯先生你好 侯先生 台北侯先生 侯先生请说话 桃园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请说 桃园刘先生 是我吗 是请说话 喂 是我吗 是请说 我觉得我现在看宋楚瑜 就是虚伪两个字而已 他要选就出来选 不要在那边啰啰嗦 派几个人每天在那边啰啰嗦 真的很讨厌 然后我觉得 干脆领域方和 那个什么 一个啰啰嗦的选区 也派新党去选 看他什么感觉 好的 谢谢 新北市黄先生请说 黄先生你好 请各位政治人物 或者台面上的人物 不要低估我们选民的智慧 其实不用讲那么多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希望亲民党 你们搅局不要再找理由 还冠冕堂房 我们已经受够了 而国民党你也不要 还在瞧跟辉文讲的一样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已经几年来的分分合合了 如果是这样 国民党 亲民党会先进历史的灰烬 好的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其实民众真的是 要的不多 要求的并不多 民众要的是这些政治人物 不要自己称为什么大人 如果还做小孩子的事情 民众是已经会把你们 都全部给抛弃掉 让社会大众来看一下 谁真正以国家 台湾2300万人为总 如果用这个角度 很多事情清楚明白 一刃而解 再回来新闻院总会 晚安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